我们来数一下这个位置 声音有点空虎 这块玻璃其实一点也挺大的 离远都看到了 大门有短走廊作弊玄关 發展商在四尺闊的粒位做了入場櫃 行業不低是客飯廳 闊度有近十尺 開席都算是正 Kendia來到這個單位 其實最搶眼就是一入到這個很大的露台 看回樓書都有大約42尺 其實比起平時一般新樓的露台 都大超過一個雙倍 為何發展商會有這樣的開席 相信看外面景觀很開揚 亦有海景 一進來做一個這麼大的露台 的確是銷售方面會有幫助 相信發展商寧願做一個比較大的露台 即是一個實用的露台 業主真的可以在外面使用 擺一些基本的傢俬都可以用得到 露台長身甚至預設電製位 方便有需要的時候接駁電器使用 全屋的地板沒有大問題 但是客廳部分長身 油漆方面有少瑕疵 這條就不是一條單純的收水裂紋 掃下去的聲音 它有淺層的空鼓聲 這些其實是一個漆膜黏不夠底 如果長久了 它的油漆會歸裂 然後好像一塊塊掉下來 整理就不難的 將油漆剷掉再游過就可以了 這類三房年工作間的單位 面積近800呎 是項目小油供應 業主今年年初以1500多萬買入 赤價超過19000元 廚房佔大約70呎 有足夠空間做U型工作台面 升盤對上有一線大窗 和客廳網同一景觀 細心檢查之後 發現玻璃質量似乎有問題 我們摸一下它 外面摸不到一點東西 裡面摸不到一點東西 其實這些東西在玻璃裡面 其實是生產的時候 已經有一點東西在裡面 這些其實平時我們看有多大點 我們都是跟回檔氣泡或者崩去看 這顆東西就很長 有幾東西都在來 其實最害怕它是一個金屬 金屬受熱會膨脹 幸好這裡有一個閃 可能未必有一股太陽曬到它 如果曬得多 如果是金屬有機會逼爆玻璃 由於廚房所用的是傳統濾窗 更換玻璃的難度相對低 起碼不需要勞絲動作 好像更換幕牆一樣出動吊船 廚房裡面的工作間超過40呎 洗手間用上一款 俗稱巴士門的燙置門分隔 基本上沒有擋水功能 右面洗澡外面必定濕了 三間睡房和浴室分佈在超過10呎長的走廊 左邊兩間方正分別大約50呎 右邊的浴室設計美觀 尤其洗手盤的位置 看起來有高低層次 但是未必人人欣賞 平時我們見的洗手盆邊 通常都是一個大平面的櫃台石 看起來有點特別 但是坦白說我不多欣賞這個設計 我們經常用水的地方 其實如果你是一個大平面 在清潔上是好做很多 而現在多了這樣的凹坑 你需要想像一下 其實我們用洗手盆的時候 水經常會濕到這個位置 這個邊呢 因為剛剛有鏡櫃的框在這裡 下不了手 變了就會積在水裡面 其實久了這些位置都發霉 主人房有曲尺大窗 旁邊有工作平台 陶瓷的設備豪華一些 配有浴缸 裡面有通風窗 但是未必是好事 看到一推出去 其實就是那個冷氣機的散熱器 就是在外面 因為現在的疫情的關係 之前很多因為那個疫情的傳播 的途徑 都有機會在這個外面的天井發生 而外面那麼多散熱器在這裡 其實一開了這些冷氣機 那些熱器就會在下面傳上來 那如果這麼不幸 就是下面可能 如果真的有確診的人士 那些病毒就有機會在這裡出來 那加上這個位置 它上面就有個秋風 那有機會 真的那些病毒 細菌 就會在這個窗那裡走上來 也不出奇 The Campton由萬科發展位於福榮街 全盤供應467個單位 地皮4年前批出 每赤樓面地價是4200多元